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文学的异想世界 我是张瑞芬 昨天才刚批评完教育部的考招新智 结果一觉醒来呢 一看报纸 不得了 冯甲中文系被消失了 什么冯甲中文系停招啊 这根本没有的事情 那停招的是海外学士班的 跟冯甲中文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可能新闻疏于查证吧 那个下笔的记者也没有经过证实 写成这样 结果校方跟戏方呢 紧紧张张的赶快澄清 真的是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结果大家忙慌慌的忙了一个上午 写那个澄清稿去澄清 那么倒霉事还真的是无处 我那个在美国念书的儿子 刚去了几个月 他是念巴尔蒂摩的UMBC 他在电话里面跟我们抱怨说 美国真是个烂国家 因为他买了一个二手车 光是申请一个马里兰州的车牌 搞了三个月下不来 然后申请一个马里兰州的驾照 因为他现在用的是国际驾照 那他们的驾照还分各州的 所以你如果不是用那一州的驾照的话 这个税也贵 那个税也贵 所以呢 光是申请一个这个州的车牌 这个州的驾照 跑了很多地方 疲于奔命 然后他说没有一个专责单位 什么事情都要预约 还要排队 连填一个表格都没有人能告诉他 应该怎么个填才好 他规定还不一样 重点是没有人可以清楚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 他们每一个人好像都只是负责自己范围内的事情 他没有流程 也没有整合 那连在学校申请一个再学证明 他跑断腿 去林贵也没有用 他说这简直不能想象 这种在台湾当天就可以办好的事情 快的话一个小时搞定的事情 可以这样没有效率 所以呢 他就在那抱怨 在那里在那里很气的说 这根本美国人的素质很差 太烂了这个国家 那结论就是美国是个烂国家 不去呢 不知道有这么烂 那我听得他这段发作呢 我真的是哈哈大笑 我心里想说 当然不好笑出来让他听见 我憋着笑 我心里想说 你也有这一天 虎落平阳被犬棋 你在天龙国当天龙人久了 然后呢 我儿子还说到一个 他说他跑到柜台 好啊 预约就预约 我跑到柜台 我零柜总可以吧 我当面问清楚 总是可以了吧 结果呢 居然 还是要他预约 所以他只好跑出去 在外面打电话 也就是隔着两个玻璃门 在外面打电话 预约完了再进来 他说预约个屁啊 那只好跑出去打电话 我人就在前面 还要跑出去打电话 这样子才开始办 他说 他简直不能想象 像他们老板那样子 很杰出的学者 也必须要把时间耗费在这种 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所以呢 他就在那边 哎呦 怨天怨地啊 这个国家真的很烂啊 美国这个国家 这个烂国家啊 那么同一个时间呢 台湾的花旗银行 打电话给他说 他在台湾的花旗银行的账户里面呢 台币的余额不足 没有办法付 他七月在台湾刷的信用卡款 那这个我儿子就请他们说 能不能转扣他户头里的美金 因为他户头里有美金嘛 然后他说拜托了 因为我人在美国 没有办法回去处理哦 那台湾这边呢 很快就帮他处理好 还回电跟他说 没有问题 按照当天的汇率已经办好了哦 那我儿子呢 连忙道谢 谢谢了 我真的还好你们帮忙 那边呢就说了 说没有关系 这是应该的 他说他眼泪差一点掉下来 不离开台湾呢 还不知道台湾的好啊 这种很方便的服务 真的不是各国都有的 那这种体悟只有在你 你离乡背景 到了国外的时候 还不是语言问题哦 因为语言他算是很灵光哦 那你就是跟他有理 也讲不通的那种情况 他们没有那种服务的精神 也没有像台湾这种效率哦 所以呢 他能吃的苦 我可以相信是很多的哦 而且呢 这种到处碰壁哦 到处都不顺的这种 这种状况 大概以后 也还是会很多的 我就想到我以前 在读者文在上面 我很小的时候 常去蹲旧书店嘛 在台南市的金万字 那个书店现在还在哦 在综艺路上面 那我看过 读者文在上面 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我看了几十年了 念念不能忘啊 那篇文章 真的写得非常好 因为以前 读者文在上面 常常有那种 英汉对异的小说 就是短篇的小说 然后英文跟中文 就各一半这样翻译 所以那是一个 英汉对异的一篇 很小的一个故事 那他是讲的就是 有一个餐馆里面 发生的故事 那么写这个故事的人呢 是一个餐馆的一个工读生 那么他是 念夜间部的一个年轻人 那白天呢在麦当劳打工 然后他所做的所有杂事 就是清洁啊 倒垃圾啊 做厨房里面很出众的工作 就是出工就对了 然后打零工赚一点 自己的学费这样子 很辛苦 工作很辛苦 可是呢 老板却让他们吃那种 发霉的面包啊 冷掉的小黄瓜 就是那种剩下的 人家不要的食材 所以当他有一次又吃到 发霉的面包 然后又是冷掉的小黄瓜 然后又是发酸的那种配料的时候 他呢 忍不住就大骂 破口大骂 这个老板呢 没良心 根本不是人 没有人 没有把员工当作人 这种日子怎么样忍耐的下去 他就在那边 这个 垂胸顿足 然后在那里 破口大骂这样 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旁边有个小老头 这个小老头也是个临时工 他是专门洗碗的 他的位阶更低 而且呢 他根本连身份都没有 那在美国呢 只要你是非法移民的话 你没有美国的身份的话 那警察是要抓的 所以呢 这些非法的移民 他们是偷偷摸摸 在餐馆里面打工 他们拿的工资更低 然后待遇更差 那只要一被查获 立马就 就会被 就送出警 会逮捕送出警 那这个小老头 他做的工作 就是洗碗 然后呢 当这个年轻人 在那边摔头摔碗摔 摔这个摔那个 在那边骂老板的时候 只见这个平常都不讲话的小老头 突然转过来 然后用很凝重的神情 跟这个年轻人说了一句话 他说 年轻人 你有一天总要搞清楚 什么是人生真正的难关 什么是小小的不方便而已 那这个年轻人呢 一时就愣住了 这个小老头呢 来了很久了 都是闷头洗碗 然后什么烂东西给他吃 他都不抱怨 也就是说 一般人觉得很糟糕的伙食 这个小老头都吃得下去 而且呢 完全不发一句怨言 那为什么他的耐力能这么好呢 这个年轻人也很不解 后来呢 这个老头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吗 我是九死一生逃来美国的 我在集中营 我是本来在欧洲的集中营 二战的时候 我在集中营里面 我全家都死在那个地方 只有我呢 侥幸留下一条性命 偷渡来美国 我根本在美国就没有身份 所以我不但是个非法移民 我还非法打工 所以我现在只要一被逮到 我立马是会被解送出境的 我是这样子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 我只求活着 可是这也比在集中营好太多了 所以呢 你刚刚抱怨的那些事 在我来看 那都不是事 好吗 人生只有一个难关 是很难过去的 就是没有命 没有了命 那才是真正的难关 人命不能重来嘛 那除此之外 那都只是小小的不方便而已 你所说的那些事情 不能忍受的是 那都只是小小的不方便而已 这个年轻人顿时哑口无言 他仔细去想这个老头的话 后来过了很久之后 他凭着自己的努力 然后呢 成了一个大老板了 然后他才慢慢理解到 每一个人都要忍受很多 别人所不能忍受的辛苦 我们说活迹 常常被欺压 可是老板要承受的压力 也非常大 所以呢 他很庆幸 当年在年轻打工的时候 那时候他气到说 要去杀了那个老板 这样 那他很庆幸 那时候遇到那个老头 那个老头 后来有没有被抓住 然后解送出境 他也不知道了 他的人生遇到这么一个人之后 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也就是说 你以为不能忍受的事 事实上在别人眼中 那只是小事而已 那只是叫做小小的不方便 那连困难都还谈不上好吗 所以当你有一天 你遇上了天大地大的困难 或者是很痛苦的事 你想一想 这是真正你人生的难关 还是那只是小小的不方便而已 所以我很想跟我儿子 讲这个故事 告诉他说 你总要搞清楚 怎么样一件事情 当你搞清楚这件事情以后 你其实就心平气和了 你想想看 你带着两箱行李 飞了20个小时 跑到美国去 跟人家学功夫 他们的学术水准高 你去跟人家学功夫 人家还付你全额的奖学金 那等于就是一个全职的薪水 这就不错了 这还闲吗 哪有一行不辛苦的 所以呢 这种小小的不方便 行政上的一些小吐车 这个都是小事了 不要把小事放大 年轻人念完了书 以后还要找工作呢 在职场上又是一番 鱿鱼游戏 那挑战永远在后面 那以他念的环境工程来说 我再没概念呢 我也知道环境工程 跟经济发展是抵触的 所以呢 像他那种满脑子理想的人 势必还有苦头可以吃 但是遇上什么困难 或者是什么很不如意的时候 总要忍耐 总要想一想 这个故事里面 那个犹太裔的那个老头子 那个老头子是波兰人 逃到美国 那个犹太老头 他讲的话 这到底是一个真正的难关 还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不方便呢 你总要想清楚 那么说到倒霉的话呢 倒霉的人多的是了 多了去了 在今年疫情还没爆发之前 我听说台中有一家 非常有名的餐馆 他们是做婚宴的 婚宴会馆 然后刚好呢 花了一千多万 重新整修 正要盛大开张的时候 就刚好遇到疫情 那这家婚宴馆呢 他才刚营业了一个礼拜 好像就因为疫情 然后就关门了 那一直撑到大概七月 就宣布 那个无限期停业 那我心里就在可惜那一千万 天啊 那个装潢会一千万 那收不回来 那另外呢 灾情惨重的 比如说 又听说有一个空中小姐 她考上了空姐 然后正要去培训 当然把原来的工作 先辞掉了嘛 那正要去培训的时候 遇上了疫情 那天啊 那前面的工作已经辞掉 后面这个无限期的停飞 就是根本停止训练 后面那个工作 就完全接不上两头空 那这又是一个倒霉的 那另外呢 比如说张国伟呢 他刚刚接了新宇航空 然后正打算一展长财的时候 就遇上疫情 那这不是一千万的事情啊 你看那些飞机 全部停在那个机瓶上面 一耽搁 就是一年多 所以呢 在这一波里面重创的 不是只有餐饮业 那个所有的航空业 那你就不能想象 他们损失有多少 而当他们呢 很辛苦的在那里 培训人才 正在那里 播化未来的时候 他想得到 突然会有个疫情来嘛 所以这一波来讲的话 公教人员 毕竟或者是薪水阶级 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学生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还能有工作 正常在领薪水 我觉得这都已经是万分幸运了 说到倒霉呢 最近王定国也很倒霉啊 最近呢 小说家王定国 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夜深人静的小说家》 那这本小说集呢 是一个短篇小说的结集 是把他历年来 所有收入年度小说选 里面的很好的作品 就集在一起 这后面还有一篇 是他八月的时候新写的 那么他有多么不顺利呢 这篇新的就是厌世半小时 发表在硬科的八月号上面 那我后来才知道 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他眼睛是出了问题的 去开刀 开完左眼开右眼 然后听说复原的情况 并不那么好 因为一般上了年纪 如果你开的是青光眼 或者白内障的话 正常呢 休息个一个月 就会回复原来的状况 回到原来的水准 那听说他回复的有点慢 他心里非常的急 戴着眼罩 然后本来眼睛不能见光嘛 戴着眼罩 然后呢 三晶半夜开了灯 还在那里校对搞件 我就觉得你真的也是太拼了吧 那么一个写作为生的人 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 他眼睛出了问题 我相信那个心里面的那种焦急 那种焦虑感是很大的 所以人生何处不倒霉 就是倒霉的人那可多了 所以呢 说到这个倒霉呢 我们可以来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 我那也是很久以前读的了 这个故事呢 是在明朝的时候 有一本小说叫做拍案惊奇 那这本小说是灵蒙初写的 这就是三言二拍里面的 二拍里面的第一本 那三言呢 是冯梦龙写的嘛 遇事名言 警示通言 刑事横言 所以叫三言 那么拍案惊奇 跟拍案惊奇二科 这两本就叫做二科 所以三言二拍呢 就是明朝的短篇小说集 那这篇故事呢 叫做导怨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湖指破陀龙壳 这篇故事啊 他其实讲到了 就是说 我们都很想要幸运一点 问题就 很多事情就不是 你想求就能够求得来的 所以呢 那种成功学里面 就常常讲那种 什么吸引力哲学嘛 那吸引力法则 就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 你相信的事情 或想象的事情 会成真 比如说你相信你能致富 那你就慢慢往这边 去努力的话 那件事就会成真的 所以你相信成功 你就会成功 你相信能赚钱 那就会赚钱的 这叫吸引力法则 你想买特斯拉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满街都是特斯拉 有点这样子 所以这是成功学 最常讲的 可是在中国的 古老的一个讲法里面 他是认为说 人生一切都是命定的 货福或者婚姻 都天注定了 更何况财富 所以呢 发财要有发财命 对不对 读书要有读书命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讲 这个岛运 和巧遇洞庭红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一开始的时候 是发生在明朝 明朝年间 然后呢 有一个书生 叫做文若须 他住在苏州府 苏州那个地方的人 然后从小也是念书的 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但是并没有考上任何的功名 但是到他小的时候呢 曾经有人给他补过一挂 就说呢 他应该是以后会致富的 这样子 所以呢 他自己也将信将疑 他也半信半疑 这样 那他因为没有别的 谋生的能力嘛 所以呢 慢慢的坐吃三空 这个家产 逐渐的耗尽 做官也不成 然后呢 考公民也没考上 所以就是上不上 下不下 这样子 就是高不成 低不就 这样 然后眼看着呢 家道已经消磨殆尽 连个老婆都没有讨到 孤身一人 那么他就想说 不来做点生意 不行了 既然小的时候呢 有算命的 说我这个人 以后是会大富大贵的 那我就来做点生意看看 然后呢 他就 批了一些扇子 因为他听说 北京呢 扇子很好卖 那他就批了一些扇子 到北京去卖 那扇子还分三种呢 什么 有一些比较名人啊 像文恒山 柱之山 他们的提画的 那一种就比较贵 那另外一种是赝品 就是仿 这些名家画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空白的扇子 那就不值钱了 那批了很多扇子 跑到北京去卖 可是呢 很不巧的就是 那一年的北京 春天的时候呢 一直下雨 梅雨很长 所以呢 就是一直都不热 所以扇子卖不掉 然后他就 这个扇子呢 就堆了很久以后 一直到放晴之后 打开了一看 不得了 全部都黏在一起了 因为梅雨潮湿嘛 全部都黏在一起 然后一接开 全部都破掉了 所以呢 他只剩下一点 空白的扇子 他只好呢 那些不值钱的 只好卖掉 做盘产回家 所以呢 他后面 卖了一些东西 都像这样一样 就是呢 全部都拾了本 也就是说 卖什么 就亏什么 什么都亏 然后呢 他也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如果说 要叫他去做工的话 又不行 因为他毕竟 也是读过书的人 所以呢 要教书嘛 不够资格 要做工嘛 这个放不下身段 所以也就 非常非常的倒霉 然后呢 当地有人 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叫做导运汉 所以就导运汉 文若虚就对了 那么有一天呢 他有一些邻居 他们是走船 做买卖的 那为首的一个 叫张大 那么这些人 叫张大啦 李二啦 等等这些人 他们是跑船 做生意的 然后他们和我呢 包了一艘货船 要到海外 去做买卖 那他知道了以后 就想说 哎呀 我这一生落魄啊 生计全无 那我栽在这边呢 也是 没有什么搞头的 那我干脆 跟你们一起乘船 出去外面 见见世面好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些走船的 这些人 他听说他要来 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文若虚这个人 口才很不错 又很会开玩笑 也就是大家都很欢迎他 去跟大家 就是做个伴 然后呢 这个张大就说 不然这样吧 我们每个人到海外 做生意呢 我们都有带货的 那你呢 空手去 因为我们带了货 出去卖 卖完了以后呢 又从当地买了货 再回中国再卖 那这样的话 一倒手呢 赚八九倍之多嘛 所以呢 你也要带点货啊 也不枉 跑了这么一场 结果呢 这个张大就说 我帮你去借借看 那些人既然 都是你的朋友 那我去借借看 结果后来 借了回来以后 就说 很气的就说 这些人啊 说到你要去 大家都很开心 船上有个人 说说笑笑 有个伴很好 可是说到凑一点钱 给你办货的话 大家都不作声 说到钱 就没商量 张大就说 哎 没办法 那这样好了啦 这个 这个 那我 我这边还有一两银子 那也办不成什么货啦 那你就去买一点零食 在船上吃吧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文若须就 就拿了钱 然后就到街上 去看一看说 嗯 这 这一两银子 到底能买什么呢 那走到街上呢 刚好看到个 算命的虾子 他就想说 那不然来补一挂好了 这次出海 急凶未补啊 不晓得能不能 活着回来 结果他就补了一挂 然后那个虾子呢 居然说不得了 此挂非凡 有很大很大的财气 非同小可 那文若须就想说 你在那边说什么 我根本就是 出去外面混混日子而已 我连货物都没有 我能做什么生意 先生也是混账 然后呢 这个 他在街上走了很久 也不知道买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看到 街上在卖橘子 那么话说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庭山 然后上面呢 有橘子树 那这个橘子树呢 它是很酸的 这个橘子很酸 所以他的价钱很低 大概就一般服务局的 十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很便宜的橘子 那这个文若须就想说 一两 那我就买了几百斤吧 既然这橘子便宜 他就买了好几大楼 然后就装了好几大楼 这样子运上船 那他的橘子上船的时候呢 大家都笑他 就说文先生的宝货来了 这样 他非常的羞愧啊 只好忍气吞声呢 然后把橘子藏在那个货舱底下 再也不敢提起橘子的事情啊 人家带的都是一些绸缎啊 布匹啊 宝石啊 药材这些东西啊 要到海外去卖的 那他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后来呢 船已经开了入海之后 就是经过了好几天之后 到达一个港口 然后呢 哇这个从船里面看过去 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港口啊 人很多 然后呢 大家这个下了船之后 因为当地就有他们熟识的买家嘛 所以呢 就各自去 去找买家 去 去换了一些货物这样子 那么只有文若徐一个人呢 他他也没有货可以卖 他就只好顾船 然后就在那顾船的时候呢 就很无聊 想说大家都不在 那我那好几楼橘子呢 在货舱底下 闷了好几天呢 不晓得闷坏了没有 打开来看看好了 就他就到货舱底下呢 把橘子都拿出来 摆在那个甲板上面 把它晾干 然后呢 摆了一船红艳艳的 那个橘子很红 很漂亮啊 那也刚好是他运气很好 就是那个橘子呢 刚出来的时候很酸 那一定要摆一阵子以后 才会变甜 这有点像麻豆的文旦 麻豆的文旦是 越放得久越甜 它表面会皱一点 但是它里面是很甜的 那这橘子也是一样 刚出来又很酸 所以便宜 然后放了几天之后 转了甜 我就很好吃 他就摆了一船上 想说看看坏了没有 他就打开一个来吃 无聊嘛 就在这个时候呢 哇 船边就聚集了很多人 因为当地不产橘子 当地人也没吃过橘子 想说这些红红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水果吗 这可以吃的吗 就看到文若勋呢 塞了一块到嘴巴里面的时候 哇 香气四溢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就有人说 那是可以吃的吗 那卖多少钱一个啊 结果呢 因为文若勋不会讲他们的话 但是船上的人懂 他们讲的话 所以就跟他比了一个石头 意思就是说 一两银子一个这样 然后呢 这个 那个要买的人 就掏出银钱来 然后一两银子 就换了一个橘子这样 然后一吃 哇 这个东西 真的好吃啊 这旁边人都喝彩这样 然后呢 他就买了十个 说我要去 就是 买了十个就走了这样 那其他人 看到有人买 然后就纷纷的 一个人掏一两银子 这样买他一个橘子 然后后来呢 到最后文若勋说 不卖了不卖了 我胜着 胜着我要自己吃了 我不卖了不卖了 结果呢 很多人就说 那这样 我加到两个 两两银子 一个给你买 所以呢 他那个橘子呢 从一两变二两这样子 哇 就开始 开始把价钱堆高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第一个买的人 骑了一匹骏马来 然后呢 就说 不要再卖了 不要再卖了 全部都不要再卖了 我全部都要 我要买去 进贡给国王的 这样子 然后呢 就出了三两银子 一个 我这价钱就越兑越高 然后呢 这个文若勋呢 当场就赚了一票 并且呢 那个全部买了的人呢 还丢了一个钱 然后连那个揉子都要 就全部都用马 这样载走了 那这个最后呢 把所有的收的钱 全部往那个 那个秤里面 这样一秤 哇 一千多个银钱 这样 这个时候呢 他们这些伙伴都回来了 然后呢 就说 哇 我们才刚把货物发了出去 都还没拿到钱呢 你就先拿到第一桶金 所以文若勋呢 比其他的人 很快的就是赚到了第一桶金 这样 那么 这个讲到这里呢 这个 这小说就说 各位看官啊 你如果说 这个文若 这个地方 如果橘子好卖的话 那为什么这些 飘洋过海的人 为什么都带的是绸缎 为什么不带一些水果去卖呢 橘子有那么好卖 为什么不带水果去卖呢 你有所不知啊 因为航行是没有办法预测时间的 假设遇到风浪 很可能这一趟 可能就二十几天才到那个港口 那不是整船的橘子都烂掉吗 所以这种东西是不能够 青菜水果是没有办法在船上当做货物的 所以呢 它是运气好 就刚好四五天就到了这个港口 然后一打开来 刚好是油酸变甜 正是好吃的时候 当地人又没有吃过橘子 然后把价钱堆高了以后 所以呢 几楼橘子居然卖了这么高的价钱 所以这算是运气好 这真的是 老天要让你赚钱的时候呢 闭着眼睛都能赚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众人就说 不然这样吧 你既然已经有低桶金了 那么我们这些在当地卖的 卖完了以后 我们会在当地买一些货物 再到下一个港口 那或者是回到中国去买 那你要不要把这些本金 就是一千多两银子 买一点货物 然后回去再赚一笔呢 那文若虚呢 因为他做生意倒怕了嘛 他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呢 做什么倒什么 我现在赚到一千多两 我已经新买一足了 我人生没有赚过这么多钱了 我还是守着我的钱吧 这概念就是现金为王就对了 就说钱拿在手里 我还是比较安心 我什么货都不办好吗 我有这个钱呢 总比耗掉了好 这样 我已经一年被蛇 一招被蛇咬 十年把他吵生 我不敢做生意这样 就众人就笑他傻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他们就航行到一个地方 结果遇到风浪 这个船呢 就搁浅在一个荒岛旁边 然后呢 大家想说 哎 风浪这么大 也不能够再往前航行了 全部人都在船里睡觉 然后呢 只有这个时候呢 风浪稍微小一点以后 这文若区一个人呢 就从船里面出来 然后看到是一个小荒岛 想说出去逛一逛好了 然后呢 到上面逛了一下以后呢 悲从中来 想说哎呀 我这样截然一生啊 一辈子倒霉 然后现在呢 来到这个荒岛 说老实话 能不能活着回去都不知道啊 现在晕船晕得很厉害这样 上去走走 哎呀 就随便看看好了 就就走到比较 山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这个山呢 也没有很高 这个荒草蔓延啊 结果上头一看呢 哇 看到一个很大的乌龟壳 那这个乌龟壳呢 大到好像一个床那么大啊 那乌龟壳风上下 上下两块嘛 一块就是那个圆形的 下面是一个平的 就是一个板这样 就很大的 大的像一个床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大龟壳啊 那这个文若区就想说 哇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大的乌龟呢 这真的是一件很稀罕的东西啊 那他就把绳子呢 就把它绑了一绑 就拖回 就拖回船上去啊 就是看好玩也好这样 然后呢 船上的人看他 备办的这个货物来 大家都笑他 哇 你拉这么一个大龟壳 是要干什么啊 然后这东西不值钱的 那有的人就说 至少打碎了 还可以煎药 煎药吃这样 然后这文若区呢 又满脸羞惨 他说 嗯 这个东西虽然没用 可是至少呢 我把所有的行李放在里面 我也可以睡在里面 这不是县城就很好用的吗 然后呢 就 大家就笑他 不过 船很大嘛 放个很大的乌龟壳 也还是可以的 他就睡在乌龟壳里面 这样子 然后呢 船又过了好几天以后 开到个很大的货港 那这个货港里面呢 有一个很大的店 店主人呢 叫做波斯湖 因为那个店主人是一个波斯国的人 他叫做玛瑙哈 那这个玛宝哈 玛宝哈呢 他是一个很适货的人 所以呢 所有的人带的一些值钱的货物 首先都先经由他看过 那他还能够正确估价这样 然后就先举办一个宴会 那比如说在长荣桂冠先摆一桌这样 然后呢 大家就把自己的货单呈上 比如说我有多少玛瑙啊 我带了多少绸缎啊 然后我这边有多少香料啊 什么就列在货单上面 然后呢 这个用货单的价值来评定座位 就是说你的货如果很高价的话 是一个稀罕货的话 就坐在前面 那如果你的货不太值钱的话 就屈居莫座这样 那大家呢 就按照自己货物的贵贱 都就是都订好了座位之后 这时候有个人很尴尬了 就是这个文若徐 他双手空空没有货物 他没有备办任何货物来这边卖 然后这个张大呢 就跟这个马宝哈就说 就跟主人马宝哈说 这个文先生是这样的 他手上是有钱 但是他没有备办货物 那马宝哈就说 那只好屈居莫西 你只好坐在最后面这样 然后这个文若徐一想就觉得 太丢脸了 早知道也买一点货物 不然等于是被人家晾在一边这样 可是后悔也没有用啊 已经来不及了这样 然后呢 这个酒席结束第二天呢 这个船主人就到那个 就是这个主人马宝哈 他就到船那边去验货 就拿着货单去验他们带来的货 就在船边的时候呢 他看到这个大龟壳的时候 大吃一惊 这个主人就说 这是哪一位客人的货啊 昨天席上没有人提起这件货物 是不是这东西不要卖的呀 那众人就说 哦 这个就是文凶的宝货 这样 他们就笑他 这东西没人要 那这个文若徐呢 满脸通红啊 就是干嘛这样 不要说嘛 这样不要这样作弄我啦 然后呢 这个马宝哈就说 我跟你们相处那么多年 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啊 让我得罪了一个真正的 一个一个好客人 昨天还委屈他 叫他坐在最后面 然后呢 这个主人就一把抓住了文若徐 就说 现在先不要发货 我重新再办一桌 那就是那个长龙桂馆 再办一桌就对了 然后重新重新重新定座位 这样子 然后呢 这时候就把这个文若徐呢 就定在最上面那个位置 就是头一位 就投席就对了 然后文若徐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主人呢 就说 哎呀 你们这整船的祸啊 还不如他这个祸 然后大家又好笑 又好怪 想说你是说真的吗 你开什么玩笑 这样子 那这个主人开口 就对文若徐说 敢问兄台 您这个宝货 到底是肯卖 还是不肯卖呢 那文若徐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就回答了一声说 只要有好价钱 为什么不卖啊 这个主人呢 听到肯卖 哇 笑逐言开 就起声说 太好了 如果您肯卖的话 价钱随便你说 就有点像是 给他一个空白支票就对了 我绝对买 你出什么价钱 我就绝对买 那文若徐 就不知道该值多少 讨少了呢 好像很外行 讨多了呢 恐怕会被他们笑死 所以他面红耳热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个时候那个张大呢 毕竟是个做生意的人 就给他使了个眼色 然后给他竖三个手指头 这样子 然后这个文若徐呢 意思就是说 干脆跟他要 要这样 就举个三 那文若徐呢 他就摇头 然后就 就竖了一个指头 说这个我还 讨不出口了 这样 所以一个比三 一个比一 就对了 然后他们在那边 打手语 然后就被主人看见了 主人说 到底你要多少钱呢 多少钱才肯卖呢 这个张大呢 就干脆倒一个鬼 就说 我看文若徐先生的样子 好像他是要一万 一万两银子 这样 然后呢 主人就哈哈大笑说 这你是不要卖吧 你是在哄我的吧 这个宝物 怎么值这样的价钱呢 他就说 大家目瞪口呆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的呀 结果呢 这个文若徐呢 就说 那不然五万 就主人还是说 摇头说 罪过罪过 这你还是不要卖啊 其他人就都傻眼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张大呢 就直接跟主人说了 就跟他说 事实上 这个文先生 这个货物 也不是备办来的 他是捡到的 那他也不知道 这个货到底 有什么值钱的 五万两银子 他这辈子没见过呢 所以呢 五万已经很多了 我看就五万定价 这样就好了 结果主人就说 好 那既然是五万的话 大家奖定 我们就要签合同 全部人要化牙 那我每一个人 算你一份钱 这样子 然后谢谢大家的作证 就是立了这个证以后 就不能反悔 五万就是五万 不能反悔 众人都可以 签字化牙 作证 我个人给你们一份银子 这样子 然后呢 就各自化牙 磨磨啊 这个用 这个就写合同 这样 然后都写好了之后呢 他就 他就呢 这个主人呢 他把一切 年月日啊 什么全部 这个证人十几个 都写好之后 然后呢 他就说 好的 他就 他进去就把银子 抬出来 然后总共 四万五千两银子 白花花的 就抬出来 那这个主人 马宝哈就说 因为这个银子 实在太重了 你这样子 抬到船上去 有一些不熟识的人 恐怕会眼红 搞不好惹来杀身之祸 这么重 你也抬不回去 所以干脆这样好了 小弟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绸缎庄 这里面的绸缎 大概 连的房子 值三千多两 然后再加上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算两千两好了 连伙计都送你 这样总共五千两 你文先生呢 既然没有娶妻 干脆就在这边住下来 就在这边经营绸缎庄好了 那你那四千五 四万五千两银子呢 慢慢的 就是在跟中国 做生意的时候 来来回回 然后再慢慢的 汇回去 就慢慢带回去 那么这个文若旭 就想说也好 反正我也还没取亲 无家可归嘛 那我干脆就在这边 做生意 所以这桩买卖 就这样成了 然后直到那个 钱拿出来 大家才相信 这个马宝哈 是在讲真的 然后呢 全部成交之后 大家该拿的酬劳 全部都拿完了之后 这个张大就问说 到底这个东西 有什么值钱的啊 一个破龟壳 为什么能卖到五万两 而且好像主人买的 还很划算的样子啊 钱都拿出来了 想必不是假的啊 结果这主人就讲了 哎呀各位有所不知啊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多值钱啊 这东西 你知道龙有九子吗 就龙有九个儿子 然后各自 比如说长得像猪的 长得像牛的 长得像什么的 那他就是 这个龙龟呢 就龙的第六个儿子 叫做碧系 那碧系这种神龟啊 他是驮着三三五月 在黄河作乱的 然后当年在大雨治水的时候 被大雨收服 然后震在山底下 那这个碧系 是喜欢负重的嘛 所以他是一个 很灵验的神兽就对了 所以有很多建筑 像现在你去台南的士坎楼 整排的乌龟 然后上面背着石碑 那不是乌龟哦 那个就是碧系 也就是神的第六 那个龙的第六个儿子 龙龟就对了 那这种龙龟呢 他要活好几千岁才死 然后呢 这个壳呢 就是他死的时候 就退下这个壳 成龙这样子 就成龙飞走了 那这个壳里面 有二十四个肋骨 按照天上的二十四节气 每个肋骨的中间呢 有一颗大珠子 那如果这个 没有到几千年 那么久的话 他没有办法成得了龙 就没有办法退那个壳 所以呢 如果在他还没有几千年 要退壳成龙的时候 你捉他来 其实也没有用 因为那里面 并没有珠子 一定要到二十四个肋骨 全部都节节珠满的时候 退了壳 然后呢 变成龙飞去以后 才会留下这样的龟壳 也就是说 这是天然换下来的 然后要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你生勤活捉 岁数未满的话 是没有这些珠子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就是有心要捉也捉不到 这个只能说 你运气实在太好 怎么会在一个荒岛上面 你能够捡到这样的东西啊 这个壳是不值钱的 值钱的是里面那个珠子 因为这个珠子呢 是夜明珠 是无价之宝 然后这个主人呢 就从里面拿出一颗珠子出来 然后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 把布包一打开 哇 这个房间整个就非常非常的亮 然后呢 这个主人就说 各位看一看 这个珠子 这个夜明珠呢 光彩夺目啊 哇 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呢 这一颗就值五万两 其他都是我赚的了 这样 也就是说二十四颗哦 他只付了一颗的钱 赚了二十四颗 他根本就是暴力啊 大家呢 全部舌头吐出来 都收不进来 全部人都经得木凳口呆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主人看大家这个样子 然后 已经成交嘛 他们也不能反悔 然后就 他就又拿了很多的那个 那个银两出来 然后每个人再送了一份银两 就说多谢各位成全啊 什么什么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故事啊 就是在拍案惊奇里面 那个岛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湖指破陀龙壳 那从此之后呢 这个文若须就在当地 就经营筹缎砖 然后呢 就大富大贵这样子 然后真的印证了他以前 就是算命先生说 他此番一去呢 就有很大很大的财气 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个文若须呢 想尽办法赚钱的时候 都赚不到 做什么赔什么 可是不想赚钱了的时候 这个好运倒落到他的头上 所以人生到底 有没有运气的成分呢 这个实在很难讲啊 可是我觉得我们人总是 你遇到什么事情 要心平气和的去接受 或许只是时运未到 你是努力的 你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可能是时运未到 那你要 你要忍耐着 然后想办法等到那个 雨过天晴的那一天 人生没有永远顺利的 你看像林木伊朗这样子 那个打击率三点多的 一个打击手 一个强打 那你算起来 他大概出场十次 有七次很可能是 比如说高飞球被戒杀了 或是打戒外球了 或者更惨一点 搞不好就是被三阵的呢 七次打不成 然后三次打成了安打 这样子打击率就算是超高了呢 所以人生其实失败的时候 比得意的时候 但是你遇到的 到底是真正的难关 还是只是小小的不方便而已 那么我们一开头讲的那个故事 那个犹太老头 给年轻的 这样一个 一个打击工的年轻人的 一个启发 我觉得 或许你就应该要想一想 那么 我们现在呢 来用这首歌 这首CCR 就是清水合唱团 那么这个合唱团 它有一首歌 在1970年代很有名 叫做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你曾经看过雨吗 那这首歌呢 有些人说 它是一个反越战的歌曲 反战的歌曲 它那个所谓的rain 就是炮弹的意思 你曾经看过炮弹 如雨一般这样子 下来的那种场景吗 那其实这首歌 它讲的就是说 人生有很多意外 很多倒霉的时刻 有很多那种 你会感觉到很挫败的时候 比如说晴天艳阳的 突然来一场 这个霹雳雨 然后呢 大雨在晴天里面 倾盆而至 把你淋得一声湿 那就是一个 很倒霉的时刻嘛 所以人生何处 何处不倒霉啊 这个意外是很多的啦 倒霉的情况也很多的 这个CCR 就是清水合唱团 他们是一个 在1967年到1972年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摇滚的团体 那他们的成军时间 并不长 大概就这么几年之内而已 但是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哦 比如说像 Proud Mary 骄傲的玛丽 还有呢 像那个棉花田 Carton Fields 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 那各位一听这个歌就知道 这两首歌都很富有 南方的风情 那充满了密西西比州的 那种田园气息 那南方这些州都是黑人州嘛 那这些全部都是 比较南方 民间音乐的风格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难得的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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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乐风 那么这个CCR后来呢 在1972年就解散了 那所以呢 这个主唱就是 John Fogarty 他就说 这一首歌呢 你可以把它引申成是战争 那也可以把它引申成 因为当时候呢 他们乐团里面 开始内讧 然后呢 开始一见不合 所以呢 这是一种 很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你可看过 大雨 直接滂涂而下的 那样的一种 人生的光景嘛 前一刻 还非常非常艳阳高照 然后下一刻呢 就把你淋得满头时 人生就是这样 意外很多的 下次你在遇到 倒霉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就 想想这首歌吧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1970年CCR的歌曲 Someone told me long ago There's a calm before the storm I know It's been coming for some time When it's over so they say It'll rain a sunny day I know Shining down like water I won't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I won't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Coming down the day Coming down the day Yesterday and days before Sun is cold and rain is hot Hot noon Bed night way for all my ti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ant to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Coming down the sea I want to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I want to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Coming down the sunny day I want to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I want to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